院長從2023的1月31號上任 到過幾天520剛好是475天 很漫長但是很有成就的一段時間 為國家、為新生、為人民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這一點表示非常的尊敬 也希望未來再隨時我們舉位團隊跟所有部會的首長 隨時要向院長跟副院長大家共同請教 請聽不定的示教 我也知道今天早上院會剛剛通過了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草案 這個對人民來講是目前非常需要的 很感謝行政院在這個時候很大的一個法案的工程 很龐大的一個工程通過了 而且要交到國會去 那這上面對於很多關鍵的產業平台 刻意他們要有一些防炸的責任 那也增加了罰則、增加了刑罰 我想對人民來看就是一個需要而且安心的措施 這個在人民的角度來看是真的感謝 同時也看到0403的花蓮地震 院長非常明快 而且效率的、精準的 對地方提出了必要的中央的協助 尤其通過了這個正在復健 復原復健的這個方案 裡面也提出了285.5億 非常龐大而且充裕的這些基金 那這個跟防炸的這個條法案 將來都是我們必須要在院長建立的基礎上 持續地做下去 防炸做得好人民會安心 正在災區復原的快 人民更是需要 這點我們會做到 那520對我們來講 那當然是一個總統就職全民高興的日子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人民會覺得更重要 就是519口罩拿掉這件事情 對人民來講 口罩拿掉比什麼都高興 那這也代表過去 蔡總統帶領在書前院長跟陳院長任內 為我們的防疫以及疫後的種種 經濟復甦跟社會安定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所以我說當人民把口罩拿掉的時候 就是把陳院長記在信上的時候 尤其你在公共衛生體系上面的專業 更是功不可摸 那這幾點下來 未來我們還是持續要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執政是一條不可停止的路 國家的進步也是不可停止的路 那未來新的團隊一定是在院長跟各位建立的基礎上 持續地往前走 我們會提出讓人民安心的政策 得到人民的信賴 塑進國家的團結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那能夠這麼做 就是這麼長的時間以來 我們這個執政團隊所建立起來的 那我們會很辛苦 但是會很用力地把它維持住 所以當我們在未來的時間任何的時候 隨時向院長跟在座各位請教的時候 真的要不領事講 隨時來指導我們 尤其是孟宴秘書長 將來也是在團隊重要的工作同仁 經驗豐富 這個傳承很重要 那緊接著下去還有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的請義 為了請副院長 還有今天不在床的秘書長 公議院秘書長還有發言人 會向大家持續地來就教 那我希望讓人民感覺到 當人民在民主的投票當中 選擇讓我們繼續指正 是明智的 這個我們只有用我們的行動 來向人民證明一切